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音乐世界 黄信力制作主持 黄信力制作主持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音乐世界节目 和我一块进入到我们国内 目前相当受到瞩目的一位年轻作曲家 思国正的音乐世界里 这位作曲家才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行过个人的作品发表会 当时呢获得了相当多的好评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特别把他在当时音乐会上所呈现的一首长笛幻想曲呢 介绍给听众朋友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作品呢所展现的风貌 思国正他是毕业于美国琵琶滴音乐院 他在幼年的时候就获得钢琴比赛的优等奖 以后呢在作曲的路上开始被人所瞩目 其中包括台北青年作曲奖以及青春之星奖的肯定 更难得的是从民国八十一年开始 他在有五十几个国家参加的国际现代音乐节 以及作曲家论坛当中 连续有五年他的作品获选 代表中华民国参与发表跟演出 目前呢他也有很多首作品呢 是存放在纽约林肯中心图书馆 琵琶滴音乐院图书馆的 所以呢这么优秀的一位作曲家 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分享他的音乐作品 思国正您好 我应该称你四老师 因为您目前也在许多所学校任教是不是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分享四老师的一首作品是 《长笛幻想曲》这个作品是您 这一次呢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台北国家音乐厅发表的一首作品 是你最新的创作吗 对那是我在去年吧 1995年过年以后 然后我开始构思 然后开始去想怎样去把它做得更好 但当然在那之前就已经 接近在做一个初心了 是 好在之前啊 我们曾经介绍过斯老师啊 就是您的音乐会之前啊 在那一次的介绍当中 有很多的朋友们呢 也都感受到了您作曲的热忱啊 谢谢你的介绍 对让我们大家呢也发现 国内呢 呃真的很开心的是 有这么多新生代优秀的这个作曲家呢 能够继续的啊 在作曲的原地里去耕耘去努力啊 虽然说作曲的路子是蛮辛苦的是不是 我觉得对对 就是有的时候 呃好像在 就是好像一种 他基本上是一种思绪啦 如果他 如果你很专心想一件事情的话 我想第二件事情 杂念是无法进入的 我觉得就是像 如果说大家不了解 什么叫作曲的话 对那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 大家做文章的时候 那种心情来看 对他也是 一个音也等于是一个字 所以我们在做作文的时候 小学开始学作文的时候 一个字等一个音 这样子来去推敲 其实也是等于是创作 也是等于做曲子 是是 只是你的这个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创作而已啊 就是透过音符啊 传递音乐给大家啊 那么作文呢 只是说他透过文字 让大家来分享一些思想笔面啊 那么你的这个第一个作品呢 我们当时啊 在访问您的时候了解啊 你在13岁的时候呢 就曾经尝试呢 要作曲了啊 到了19岁呢 有了第一首正式的作品 发表 我们想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再一次回味一下好了 为什么在13岁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作曲的念头呢 你知道吗 那是很自然的情况 你说我从来开始 老实讲我真的不知道 我从小的时候 我五岁学刚才学一学 我也没有说要去动笔写这东西 我只是喜欢画画 那我爸爸是在职场 那时候当时在职场上班 然后他有的时候一下班的时候就带一大堆纸 带一大堆纸回家 让你写字啊 画画是不是 那我就画漫画 画了起码打算弄打一打去打 很好玩 那时候就就 这样画就画了蛮多张的 后来我读固定国小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音乐班 我读固定国小的时候 就上美术科 我就把自然的 我自己的想法 老师定一个题目 就是我的家 或者我的家人 然后就把这些 就画上去 画上去的时候 有一天的学校就叫我说 某某班级 某某人 四国正汉 学校 什么 要找你 我说什么事情 他说 请你去参加代表 现在去画画比赛 我说 这样子 就不知道 后来就 就得了不少奖 当然只五张 在小学的时候得了五张 我就不知道 后来 后来后来就 就到了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我在画 或者说在写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东西 有这种天赋 我不知道 可能是这样 有这种才华 对 然后自己不到 只是说把这个 这个心思把它转化成这样 然后后来 到初中的时候 我考上音乐班的时候 然后 每次上课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冲突会 去写一些东西 然后就写写写 然后 就在上地理课 历史课 我写一些音 我写一些音 老师就 有时候地理老师 就念一些像 我们介绍 今年北平市 或者什么 然后他就走在 大家 就是课堂上 大家在桌子 桌子之间 就看到 我不知道 其实你可以骗的 你可以看到老师来 你可以把那个谱 收起来的 我那时候 我是想说 收起来也好 我想老师来的 收起来也好 不收也不管你 那我就写一写 我想说 完蛋了 如果你来的话 我收起来了 我就不能再写下去 这个音 然后我就不管它 我就照写 然后他就看 你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在写那个曲子 他说 他居然没骂我 他说 继续写下去 他想说 你们是音乐班的学生 不错 然后他就讲 不错 他会写写 你知道吗 我不是说 我给逃过了 我就想说 你刚才是我第一次的经验 后来我在 当情节就这样弹 后来我弹给很多 班上的同学店 然后居然是有一只 班上上国文课的时候 然后班上有个同学 他就说 诶 师国生会写起 叫他弹 因为每一个班上 都有一台钢琴 他说家弹起 就给大家听 然后突然去搭班 他全是就拍手 就这样闹了 那我就写 然后我就弹 他弹的时候还不错 然后老师就说 希望你给我 继续写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 一直到华高音校 我才发觉到 以前我们搭车 到光临音乐班 还补钱 有经过那个桥 然后我一直看说 阳明山 那个中国建筑好漂亮 我就这样看好漂亮 没想到三年 我就得那个写 到华高去练书了 对 你知道补钱 你有华高音校 对 那时候华高音校 我是第四节 我跟曾华健同伴 那时候 那时候 我只觉得第一件事情 就是补钱 它是一个空气污染 差不多要的 老实讲 然后我到华高 我发觉到不对 这个地方是阳明山 后面 然后这是国家公园 那时候没有国家公园 然后发觉到 这风景对人 非常非常重要 那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非常不专心 因为老师讲是讲他的 我们到文化大学 去上课 那个云 那个雾 就飘进来 我就感觉到 感受很好的 有灵感了 我觉得这是人跟雾的一种 这非常重要 然后我有时候 国文会介绍一些诗词 然后我就发现 那种古诗诗中 有跟云雾 跟人 你看我们看国画的时候 经常有云雾跟那个石头 我们自己的那种 那种国画的境界 我发现 真的是中国的那样子的情景 那种灵气 对对对 有的时候下课的时候 那我就 有的时候 因为同学有的时候 就跑到别的同学的那住处去玩 或者站在那睡觉 那我就是走在路上 也不是刻意的 我就想说领受一下 我就坐下 一起想 想这个 这种感受 我想办法进入我内心的 比较内部的世界 我想说这样的感受 很不错 如果一个音乐 如果像这样的 那都好 所以就触动了你以后 要继续走 作曲的这个路子 希望能把你的所见所闻 所触动的所有的灵感 画成音符 然后展现出乐音 让大家一块来享受 13岁那位老师 应该你是永生难忘了 我想他的那种 他跟我这样讲 对 他没有干扰你 继续写下去的这种 情况之下 对对对 能够让你有所发挥 真的是 遇到了贵人 他给我这样想 对对对 他给了你一点信心 而且他也不会说 当场责奔你 反而是 发现了你这一方面的才华 而得到很多的激励 对 启发你 好 这是谈到你 小时候的这个 为什么会做取的一个背景 那么当然 这也是影响着你往后呢 一直都会走这个作曲的原因 好 那么我想现在我们就先来欣赏你的这一个1995年所完成的长笛幻想曲 这个曲子一共是几个乐章 三个乐章全长是38分钟左右 我的player我找的那个演奏人员叫做Anders他是瑞典人他是很好的player 然后他说我想问他因为我发觉到我在高中帮很多管学乐器的同学伴奏的时候我发觉到曲子都很短 他15分钟就很了不起了 我就问他说这时候觉得是不是世界上最长 我开玩笑 但是说世界最长他居然跟自己 他这个人很诚恳的 他告诉我世界最长我所接触到是40分钟 那是哈查读量的 他本来是写给小提琴的 后来转换给长笛 那我就想我就更有兴趣 我就说嘿 这种38分钟 可是那小提琴长过 我真是为长笛所写的 对啊 也希望能够 我就想说那中国人可以超越实力 我只想这么想的 有时候愚昧的念头 或者说很单纯的念头 有的时候可以做大事的 对对对 其实四老师是很有这种冲劲的 好 那么我们来欣赏长笛幻想曲 一共是三个乐章嘛 第一乐章 我们是不是在进入第一乐章之前 四老师在稍微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曲子我们要怎么样来进入到他的意境里 会比较能够感受到你作曲的这个理想理念呢 这首曲子老师讲是用掉新的音乐 我基本上是很简单 把我以前的第一号小提琴奏名曲 做个transfer 然后再拉长 当然是用很传统的奏名曲 因为你知道吗 如果你可以用很高的意念 但是写成流行歌曲 让大家感受到 你很高级的意念 可是变化的 你可以接受的能力 我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是好 那么我们就一块来感受这一首 《长笔幻想曲》第一乐章 是这样的那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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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